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。我们今天来看一部韩国犯罪电影《我是杀人犯》。在15年前发生了一起恶劣的连环女子凶杀案件,负责这件案子的是警察崔向九,同时他的女友也是受害者之一,但凶手一直未能缉拿归案,这件案子成为了崔警官无法释怀的心事,所以他将受害人之一的儿子玄职当成弟弟。 眼看着15年诉讼期过去,弟弟选职,绝望过后选择了自杀。本以为这件案子就此尘埃落定,没想到两年之后,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本,叫做《我是杀人犯》的书籍,里面详细地描述了当年的连环案件。 作者李斗时承认自己就是这件案子的作案人,将一切公布出来只是为了赎罪,还跪在受害者家属门前请求原谅,一时间引起了社会的轰动, 媒体都争相采访报道。虽然作秀的成分更多,但凭借一张帅气的脸,李斗时竟然收获了大批花痴粉,他的书也挣了一大笔钱。 同时,李斗时也有意无意地挑衅着崔警官,所有人都认定李斗时就是凶手,可是已经过了诉讼期,李斗时身边还随时都有警卫看守,想报仇的受害者家属毫无办法。 于是几人联合起来设计杀掉李斗时,他们混进李斗时游泳的地方,悄悄地往里面放毒蛇咬伤李斗时,随后假装成安保带走了他。 但崔警官却坚信李斗时并非凶手,于是中途追车阻止即将犯错的几人,在一番追逃过后,李斗时还是被几个家属掳走了。 愤怒的家属原本打算杀了李斗时报仇,但为了问出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尸体位置,几人在小屋里对李斗时进行了审问,正审问者突然灯熄灭了。 原来崔警官经过定位找到了几人的位置,悄悄潜入小屋,救走了李斗时。 李斗时回去后完全没有追究受害者家属,但崔警官却被受害者家属记恨住了,他们准备在李斗时的招待会结束后继续暗杀他。 招待会上,一个代号为J的退伍军人在线上对李斗时提问,并主动承认自己才是凶手。 李斗时只是借机作秀,转人眼球,一时之间再次轰动媒体,正当媒体围着李斗时采访时,远处飞来一支箭射中了李斗时。 射箭者很快就被抓住,与此同时,崔警官发现真凶出现在他家对面,当他匆忙赶过去,人早已没了踪影,椅子上放着一把刀和一卷录像带, 录像里记录了崔警官的女友被绑架的过程,凶手还曾潜入他家拍下他老妈。 显然,凶手在拿他妈妈威胁他,通过分析录像背景音,崔警官有了重大发现,他坚信这个人就是真凶。 崔警官找来记者公布了这一消息,一时间真真假假,谁也弄不清谁是真凶了。 李斗时和J都极力证明自己才是真凶,李斗时将所有卖书赚的钱都捐给了受害者家属, 并且不对射伤他的人采取任何办法,而J为了证实身份,透露出崔警官女友尸体的位置。 似乎在他看来,这件凶案是了不起的战绩。 为了证明谁真谁假,J答应和李斗时当面对峙,并全程直播放送这次会谈。 根据J的线索,他们找到了崔警官女友的尸体,这下证据确凿,李斗时也终于承认自己不是凶手。 同时,他还说出了另一个秘密,原来这本书的作者并非他而是崔警官。 而李斗时的真实身份是第一个受害者的儿子玄植,两年前玄植跳楼自杀未遂,之后整容灌脸改名为李斗时,两兄弟为了引出凶手才设下这个局。 没想到凶手真的忍不住走进陷阱浮出了水面,但是诉讼时效已经过去,得知真凶之后要怎样将他缉纳归案呢? 这就要得益于J之前留给崔警官的内选录像带。 仔细放大声音就可以发现,录像带的背景人生中有一个播报新闻的声音,正在进行第14代总统开票直播。 原来崔警官的女友并非死于17年前,而是死于被囚禁的两年之后,推算起来正好是15年前的今天。 而现在诉讼时间还剩下最后14分钟,狡猾的J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呢? 趁乱逃走还劫持了一个女人制。 李斗师趁他不注意,潜入电梯救下人质,却被他用钢笔扎伤。 随后J逃出了大楼,开车准备逃离时,被一个大叔用起掉机袭击了。 J爬起来又抢了一个外卖小哥的车逃窜。 崔警官开着卡车紧随其后,却被J反客为主,抢占了司机位。 最后卡车翻倒在地,两人又赤手空拳的肉搏起来。 而此时离诉讼时效过期只剩下3分钟。 愤怒的崔警官差点将J勒死,但很快警察就赶来阻止了崔警官。 但此时时效已过,看着J得意的笑容,以及被害人家属痛苦的挣扎, 崔警官将携带蛇毒的钢笔扎进了J的体内,最终J口吐白沫倒地不起。 这场长达17年的怨恨,终于以罪恶的死亡而告终。 如果我们无法打破规则,倒不如挣脱规则,为自己讨回公道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